港星张博之前年11月低调产下第三胎 但是却不愿意松口说身负是谁 而网络就谣传了有65岁的新加坡富商 50岁的中国富豪 还有英国的工程师 现在恩师周星驰都出现了 到底真相如何呢 一起来看 去年初周星驰找张博之替贺岁片新喜剧之王配音 两人是老搭档私交还不错 在记者会上张博之还隔空撒娇 只是没想到最近香港这个论坛流出这则警报内幕 说张博之周星驰宣布大婚 内容还提及周星驰就是张博之小儿子的亲生父亲 干什么 走了 上 去哪里啊 回家 回家 然后呢 上班 上班是吗 吴小班你咬我 当年19岁的张博之被周星驰挖掘拍电影 成为新女郎之一 演绎事业富摇直上 张博之2011年跟谢霆锋离婚后桃花没停过 他在2018年11月低调生下第三胎儿子 只不过小儿子的父亲是谁 从一开始传出是65岁新加坡富商到50岁的中国富豪后来出现英国工程师 现在连恩师周星驰也入选 其实两人去年就传过非文当时双方都极力否认这回又出现孩子的霸谣言 周星驰助理在微博发文说这是一种病态也强调这是去年就已经辟谣过的假新闻 董事新闻 预队中心综合报道